在国家银行担任总裁长达16年时间的杰蒂即将在这个月底卸任 那他的副手伊布拉辛即将接替他的位子 由于之前市场对于新任的国行总裁有非常多的揣测 甚至有消息传出他可能会是国行以外的人 所以这次的宣布也算是消除大家心中的疑虑 新总裁伊布拉辛加入国家银行已经有32年的时间 他是在2010年开始担任杰蒂的副手 主要是管理外汇储备还有现金市场营运的事物 而这也是为什么市场普遍对于这项宣布是表示肯定的 同时也相信新的总裁可以延续国行原有的货币金融政策 还有独立性 同时带领我国在这个世界经济不明朗的时候呢 依然继续维持稳定 Jetty的一个要求就是说 央行的总裁应该从央行内部提升出来 内部提升的人会比较了解洋行的角色 洋行应该怎么操作 那么对整个洋行的政策上呢 会比较有一观性 那么我们就不会太过所谓的担心 会不会政策发现太大的改变 即将在4月30号卸任的杰蒂 曾经12次被美国全球金融杂志评选为 世界最佳国家银行总裁之一 还获得了A级的评价 那杰蒂他国感还有明智的作风呢 也获得了很多经济学者的肯定 还记得吗 在2008年经济风暴的时候 当时我国的国家银行呢 就是东南亚地区里面 唯一坚持不生息的国家 而这个决定也让我国之后成为复苏最快的国家 财经评论员潘利克也说 杰蒂的优势就是 他总是在对的时候做对的事 既然国家银行的新总裁 还是节地的主义人选 那我们就会对伊布拉辛寄予厚望 而伊布拉辛将会在5月13号 第一次以国家银行总裁的身份 宣布我国地基的经济表现 这里呢我们要祝福伊布拉辛 在全球经济还有这么多不确定性的时候 能够带领国行协助政府妥善管理金融业 国行维持稳定 金融持续前进